亲爱的小伙伴 欢迎收看悦尔音乐匠 我是小薇薇 都说自古大神出民间 今天呢就带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 那些散落在民间的街头歌手 唱歌到底有多好听 街头歌手演唱一首《偏爱》 不知道勾起了多少人的青春回忆 可能是现场唱得太好了 就连送外卖的小歌宁愿顶着超时的风险 也不愿意走开 难怪我的外卖总是超时 感情外卖小歌腻子听歌呀 光是延在闪动 而非有小的错 像不停车偏爱 愿不明白In跳與明白 内 Mask nor路狠灼 夜巡猿了无想变破 唱不通别爱 看我篇居爱 等你又依賴 今夜的天啊 啊 名为小海南的街头歌手 曾经在日本的街头 演唱家居的海阔天空 唱哭久居日本的中国女孩 当她在伦敦街头 再次演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呢 华人大叔当场唱了起来 大妈拉都拉不走啊 足见这位大叔那颗 热爱家居的心 大宇也阻挡不了小姐姐爱唱歌的心啊 虽然现场的人并不是很多 但是小姐姐还是唱完了整首歌曲 如果我在现场 肯定愿意为小姐姐的梦想和敬业精神撑伞的 你们愿意吗 不知道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街头女孩演唱一首遗憾 边唱边哭 没遇到过几个渣男 谁能愿意在街头边唱边哭呢 你还要我怎样 要我怎样 你突然来的短信就跟我悲伤 我没能力遗忘 你不用提醒我 哪怕结局就这样 看了这么多国人的街头演唱 这老外在街头唱歌也不甘示弱呀 当他们唱起中文歌 个个中文实体呀 这中文咬字也太清晰了吧 我爱你 不畏人海的勇气 用尽余生的勇气 只为能靠近你 哪怕一厘米 我该怎么去寻慕你 最贴切 那什么的你多 比较紳索 太别 我对你的感觉 挺烈 我却用过太了解 只凭只占 好了 节目的最后 一起来看一看 还有那些好听的街头演唱 让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我多想爱他 那永恒的泪 凝固 那一句话 也许可能 蒸发 是谁的安若 一泪水坚强 只想不过 就让我融化 优优独播 小屎 有个别人 你们